嗨朋友们,这是我穿越拉丁美洲旅行的第一个Vlog 今天我们来聊聊远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 是一个充满殖民风情的城市 在历史中心区随意散步 就可以饱览各种西班牙风情的建筑 同时,墨西哥城又是一个充满色彩,充满艺术的地方 漫步在墨西哥城的科悦尔区区 大街小厂并幕颜六色的房子 可以拍出许多硬丝风的角片 这里还有著名的墨西哥画家佛里达的故居 离蓝色为极大的房子充满了艺术气息 随处可见的精致壁画 更是让这座城市充满了艺术感 走进巴斯·孔萨洛斯图书馆 仿佛进入了一个印度空间 许多整天的色彩结构也都非常精致美妙 超级富贵 墨西哥城也有着迷人的印第安文明 在距离墨西哥城一个小时敲城的提湾尔坎 有着象征着玛雅文明的太阳金字塔 这里是古印第安人自视太阳神的地方 建于公元四世纪的霍奇米尔科 重逢的水道保持了阿兹特克人当年的生活面貌 被称为墨西哥的威尼斯 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 游览墨西哥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闲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墨西哥城是一个可以很好的了解墨西哥文化历史的地方 了解玛雅文明 只想战争历史 欣赏绘画艺术以及墨西哥的民间手工艺 这些要求都可以一一满足 当然 这里有丰富的夜生活 去著名的拉丁舞酒吧 马马仑巴 免费的学一学萨萨 或者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墨西哥摔跤 感受一下现场热力的氛围 都是非常有趣的体验 最后说一下大家关心的安全问题吧 墨西哥旅行安全吗 好像好几次走在街上 我都发现我的包被拉开了 好累 没错 在南美洲旅行 一定要注意把管好你的个人财物哦 剩下的就尽情感受当地人的热情吧 感谢你的 感谢观看